老师刚刚讲的很多跟您的职业是特别息息相关的 比如做演员然后明星这些等等 特别想知道你对他讲的有些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故事 你的经历 啊我觉得老师毕竟真的是老师啊 很会讲课把我都听进去了 你看哎刚刚是那个还是满的 我就想说 看在他是景田的那个 师弟的份上我这一票是一定会投给你的 谢谢师兄 我跟田田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有很多 到处什么 对我比较感性 我喜欢就是喜欢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然后因为我和景田拍戏 就觉得他特别的拼 非常非常努力 是的 好多动作戏啊 还有一些什么淋雨戏都是自己亲自上阵 然后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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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说不然是怎么样的啊 妈老师您也很实诚 对你好会 您也会挖洞给人跳啊 其实 我一直以为都是自己上的 有的人 后来发现 我就觉得自己当不了演员就因为受不了那个苦 发现这帮孙子都不受那个苦 我们其实拍戏还是挺辛苦 但是也乐在其中 因为可以四到人物 好多戏他都是特别的认真努力去拍 所以有一些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鼓励去正面的看待一些事情 是的 就像好多就黑我们电影学院 就像刚刚就是因为唱姐 她是比如说她是今天姐姐的好朋友嘛 亲就是有着感情在 有些问题她可能不好意思问 问我呢 暂且作为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影迷 和一个吃瓜情众 你知道知乎上面有一个热贴 就叫做 请解释为什么景天有这么好的资源 但是万年不红 其实这个点 其实我们做演员呢 挺惨的 因为我做过一个研究 其实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 占全中国的百分之数是3.987 所以其实景天师姐一开始起点很高 对啊 她直接去演的电影 但是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 里面来说家是很重要的 她会在家里不管是在做饭也好 还在聊天也好 她会看电视 电视都是要开着的 对 所以她没有 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大的电视群的受众群体 大家就不会去买票去电影院去看 没有一开始的一个粉丝基础在 是的 就是需要有电视剧的电视观众基础 再去演电影就容易 是的 不然就很难活 对 周冬雨怎么活呢 命 还有凌云 都没演过电视剧啊 就是赶上了 就是你那个 在这个时代 你知道吗 我可以理解你作为老师这份心态啊 就把老师都在挖肚子挖跳了 你别再说啊 我拒绝回答 其实我觉得我回答这个话题会比较 没什么 对 因为同样的问题要有很多人问我 但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 就是说活与不活是观众和媒体对你的看法和他们的一些想法 这样的话题不会对我有什么困扰反而会困扰我的粉丝 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家唱唱 但其实大家应该放平和这个心态 对我来讲我是特别喜欢塑造人物 我就是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会特别的兴奋 那个兴奋点在那 所以活与不活是与我无关的事情 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还是拍我的戏 塑造人物沉浸在那个气氛当中 你看我觉得看你自己的最好的表达者 他的理由是我们演了 很高兴 我们经历了 对 OK 活不活跟我语言 多乖 这是对 对吧 你是想掩盖你知道吗 喜欢你的人认为 对啊 他是活的 不喜欢你的人 他就直接说我就这么想 你是想盖过去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电视剧 所以他没电影 所以很容易就被人戳穿 我建议你在后面的演说家里呢 不盖 也不 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他别的应该可以 因为他现在本身毕竟还是一个老师 你就要讲这个议题不行吗 不然 你看一下有没有 再问一个作为老师的 你的学生你刚刚说 周中与鬼那扎 都是娱乐圈比较招黑的体制 他们也没有做什么措施 就是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 流露出某一面 就会有网友 像疯了一样的去攻击 那肯定他们也是我们这个年纪女生 很在意外界评价 作为老师 你会怎么样去劝解开导他们 其实我是处女 我反倒 对我是处女 我也是 我也是 真的假的 你必须也得试 我不是 只有一个设数 我9月 9月12号 我9月3号 我9月6号 我8号 那晚上都很近 我们爱着好近的 哎呀 带着5分钟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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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投票了 好 其实作为演员来说 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说 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 其实你的心态和身体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没有办法 在那么严酷啊累的状况 就去完成角色的塑造 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反倒不会好好演戏 有的人一骂 心理素质特别差 所以我就想说 他真正能成功的人 他一定是身体和心理素质都很好的 对 所以我们教他们的时候 就塑造他一个准确的三观 不要care 别人说什么跟你没关系 你的任务就是演好你的角色 就好了 嗯 好 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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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